請你動我分享過 當妳冬衣要拿出來穿的時候 妳可能念冬衣妳兩三年都沒有 沒有去動過它 U間本身沒有廚師的話 我常說這個問題就比較大 因為有一個地方空氣就是很髒 放回去之後 它裡面的黴菌細菌都開始自身 所以我通風耶 通風喔 我看 通風只能抑菌 不能夠殺菌 台灣時期中 不洗衣就是養塵蠻 衣服會不會容易長霉 或長塵蠻多久要洗一次 除了跟你的使用量 你知道也跟女人所處的地方的濕度 比如說我記得姚楊 你住的地方就非常的濕 對不對 所以當你又把一群 堆在那裡的時候 所以你眼睛沒看到 可能那塵蠻已經很高興的 一直在那邊啃溼 可能它已經有一個 地球那麼多的塵蠻 就一直在那邊濕了 你知道嗎 紅衣服有學問 不只毛衣不能轟 是不是有些衣服不能轟 對 有一些如果有羊毛的外套 其實沒有各位想像的這樣 是我們看起來 它像羊毛 可是事實上是 壓克力牌子的衣服不能轟 壓克力轟會怎樣 壓克力轟的話 它會 因為它跟羊毛當然是反向 那再來就是T恤事實上不能轟的 T恤事實上不能轟 冬天衣物不常洗 小心穿出大毛病 最正確的洗衣姿勢 今天讓你一次學會 所以到底這個冬天衣服 大概多久洗一次 這個很重要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好不好 來 維琳 最愛乾淨的維琳 冬天 如果是小 不是 是她嘛 我都愛乾淨 她被迫 她被迫 沒有 她只有針對地喔 她的衣服沒有我愛乾淨 真的喔 對 那我是對衣服很要求 各有所償 因為我們媽媽都會怕小朋友 那個腸病毒 外面有沒有要換進去 所以我是有分 小孩子的衣服跟我們 小孩子的衣服 我要講像以前喔 我兒子沒有上小學以前喔 我們都跟他分開洗 可是那時候不一樣 這麼慎重啊 不是不是 那個時候是因為 擔心我們太髒 會影響到小孩 但是兒子上了小學以後 我還是一樣分開洗 因為他的太髒了 太髒了 我們都快要跟他一起洗 在地上滾就對了 然後所以小朋友的衣服 一定天天洗 不論是春夏秋 外套我都天天洗 全部 外套都天天洗 但是我們大人的話就不用啦 我就頂多 如果穿了五次以上就要洗 五次 但是這是針對外套喔 如果是貼身的內衣 可是外套五次就洗啊 外套五次哪需要洗啊 太快了吧 那種很厚的那種 比較厚重的那種毛的那種 通常我可能是 你說外套啊 就大外套啊 一進洗一次 大家一定都是 一進洗一次的舉手 我說厚重的那種喔 我覺得可以耶 可以啦 因為外套有很多件啊 會輪流著穿啊 可以啦 可以喔 你也是喔 是喔 我也是耶 就我們在主播台上看 你再爆棄那厚重外套 可能已經 主播台不會穿厚重外套 不會 太熱了 下次跟你吃飯我會穿出來 冬天的衣服要怎麼樣洗 多久洗一次 王醫師 其實會引發一些健康的危機 我以為你要問我一次 你多久洗一次 其實基本上喔 衣服什麼時候洗喔 這個問題真的是 沒有個標準答案 那基本上如果說以冬衣的話 其實大概有個概念 當你冬衣要拿出來穿的時候 你可能念冬衣 你兩三年都沒有去動過它的 對 它本身其實就是髒的 你不要說它到底乾不乾淨 你可能拿出來之後 你開始抖了之後 你會發現怎麼樣 可能你會灰塵 塵蠻 煤菌就開始發生了 對 再過來如果你本身衣服間 本身沒有 我常說這個問題就比較大 因為衣服只要你穿過在外面 因為有些地方空氣就是很髒嘛 那你可能放回去之後 它裡面的 煤菌 細菌都開始滋生 這麼通風耶 通風喔 通風只能抑菌 不能夠殺菌 所以基本上你要看你的溫濕度 尤其是霉菌的話 基本上在台灣 只要像這種冬天 它的濕度在差不多70以上 你放到你的衣物間裡面 只要沒有除濕 其實我特別強調 對 那其實大家知道有概念的話 只要你的那個衣物間裡面 不管多大 裡面放一台除濕機 我告訴你 你的衣服說實在的 就不會發霉 不會有味道 對對對 就不會發霉 然後再過來你要放進去之前 可以的話就是用刷子 把你的衣服上面先刷一下 因為畢竟我們在外面 所沾到那些灰塵 若塵 霉菌 你這樣刷的話 其實外國人他們都有個習慣 穿大衣進到家裡之後 會有那個毛刷 刷什麼 就把那個髒的東西先刷掉 這樣再放到衣櫃裡面去的話 它比較就不容易壞 可是如果說 這些髒的東西都在你身上 我們常常講 我們的皮膚 是我們身體的保護層 穿的衣服是來保護我們 如果你本身的衣服上面 有髒的話 你本身 不管是霉菌 冬天在台灣得香港 比例也蠻大的 王醫師剛才講 這個東西只是一個原則 你會發現為什麼外國人 有時候他真的就是 抖一抖之後再回去 他們一年也還好好的 因為他們非常的乾燥 所以你的衣服 會不會容易長霉 或長塵蠻 多久要洗一次 除了跟你的使用量 也跟你所處的地方的濕度 比如說我記得瑤瑤 你住的地方 就非常的濕 對不對 所以當你又把一群 堆在那裡的時候 雖然你眼睛沒看到 可是那塵蠻 已經很高興地 一直在那邊啃濕 可能它已經有一個 地球那麼多的塵蠻 就一直在那邊濕了 你知道嗎 怪不得我現在 身長體狀的 因為免疫力都好 身長體狀 你已經到達所謂的 免疫麻痺的地步 可是你要知道 應該會有健康的問題吧 一定會有健康的問題 因為之前 有一個媽媽 她就是貪小便宜 她現在那個路邊貪 買那種一件一千塊的羽毛衣 就買回家給她兒子穿 給她兒子穿 台灣沒那麼冷 所以她穿兩三次 她覺得沒什麼問題 就收回去 收回去櫃子 第二年冬天寒流又來 就給她兒子穿上 沒想到兒子穿上沒多久 就開始一直咳咳咳 咳到後來就喘起來 然後趕快送醫院去 就是氣喘就急性發作 然後就治療好之後 想說怎麼回事 後來才發現 她買的那一件 根本不是什麼 真正的羽毛衣 裡面其實就是這種棉花 還什麼這樣 它那個一千塊 那個從洞洞一打 它裡面是棉花 而且因為它 可能有一些濕氣 然後沾起來 全部又塞回家 她想說才穿兩次 放回去 所以裡面 其實都發霉 那那些霉菌的包子 什麼 它一穿去一抖 然後整個孩子就大過敏 然後氣喘 但重點是我 如果真的沒有 馬上要洗的衣服 我是不是可以 真的掛起來嗎 還是怎麼樣 讓它保持乾淨 其實掛起來這樣的方法 其實我們不建議這樣做 事實上還是要 真的經常換洗 像一般外套 最基本的標準 你如果是有再常常穿 我建議在一個禮拜左右 就一定要洗過 穿著 穿 那如果像他們 可能這一件外套 這個禮拜才穿得一次 才一次 如果真的很難得洗的話 其實我可以建議說 第一個是通風 可是通風相對的 它就沒有殺菌的功能 事實上你要的話 真的要做懶惰的方法 其實用 烘乾機烘過 讓這些東西更乾燥 讓霉菌比較不容易執掌 因為它是乾的 所以沒有那個霉菌的環境 所以它就會降低 而且在烘乾的過程 它會把味道整個都 至少會帶掉八成左右 都不用洗了 沒事都一直烘就好 對啊 它熱空氣會帶流 帶把這個味道帶走 是不是有些衣服不能烘 有一些如果有羊毛的外套 其實沒有各位想像的這樣 是我們看起來 它像羊毛 可是事實上 是壓克力的不能烘 壓克力不能烘 衣服不能烘 壓克力烘會怎樣 壓克力烘的話 它會鬆垮掉 因為它跟羊毛當然是反向 羊毛如果在潮濕的過程 它是會收縮 那壓克力它 預繞熱的時候 它會變大 就整個脫腸 所以鬆垮 所以上衣就變成洋裝 對 它不會恢復原狀 那再來就是T恤 事實上不能烘的 T恤 T恤 為什麼 T恤是不能烘 對 純綿的T恤 你一烘它原則上 是會收縮的 其實我自己可以分享 有兩個烘的方法 就是第一台就是 現在大家都會用除濕機 其實除濕機很多 都有衣物乾燥的功能 我自己最常用的就是 就今天晚上洗完衣服 其實我用衣物乾燥 你何點早上起來 全部都乾了 然後第二個方法 如果天冷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都會吹那個暖氣 對 我就把衣服掛在那個 暖氣出風口 那個房間不用 就在它旁邊 因為像我們那種店 那個陶瓷暖爐 它不是會轉來轉 衣服就乾了 好高客 這兩個方法也可以代替 你那個烘乾嘛 很好 那洗澡的時候 那個熱水澡 那個不是有蒸氣嗎 掛在浴室裡面 不行 那濕氣 那濕氣喔 對 這太濕了 因為我想說那個溫度啦 也可以 那樣的方式也可以除一點味道 是的也可以 而且會讓你的衣服 稍微平整一點點 了解 因為它有水蒸氣 就會滲透到你衣服本身的纖維 它就會稍微平滑一點點 是 好 那大衣 你們是怎麼清洗咧 像我這都水洗 它是羽絨紙 那我就直接水洗 那妳要洗壞嗎 這個 沒有 其實我這洗了最少 三四十次以上 我就是屬於穿個六七十 我一定會洗 我知道了 會洗壞 只有一個人可以問 瑤瑤 嗨 妳應該有洗壞過吧 我有洗壞過一個皮衣 因為我誤以為它是好皮衣 結果它一洗 我跟你講超誇張的 它那個皮整個就是這樣 原本就是黏得好好的 就不然浮起來 你看 人工皮 皺掉喔 然後它上面 它那個皺皺感是因為 它整個浮起來 變成一層薄膜 妳那個不是 分開了是不是 分開了 這個皮衣刻意 就是做這個紋路的 不是啦 它原本可以挺著呢 皮衣不是要送乾淨嗎 對啊 這一定壞了啦 所以通常衣服 都直接放到洗衣機裡面洗了 好 所以你看 光是一個皮 能隨洗 不能隨洗 意見不一樣對不對 沒有人說皮可以隨洗吧 對啊 不然真假皮都不行 對啊 因為我假皮的 我同時我洗了另外一件 我一起放進去洗 結果那件出問題 另外一件完好無缺 對啊 洗那件衣服 事實上它是合成皮的 合成皮它通常是Q 黏在本身布料上面 對 所以它跟它的使用的膠 還有就是你穿著的過程 通常合成皮 會損壞的地方 通常會從領子 還有袖口 就是我們常磨損的地方 可是其實它我們都不建議 放到洗衣機器 你說的是合成皮 不管合成皮或真皮 真皮更不要隨意 更不能隨意 對 不行啊 因為真皮它本身會有收縮的問題 其實真皮的話它通常是 在製造過程它是強拉 它變擴面積的 所以你遇到水氣的話 所以我們正常會建議消費者 買皮真的要買大一號 因為它掛久了穿久了 就會慢慢回縮一點點 真的啊 EHU 你就算正確的洗法 它還是會回縮回來 我以為我是變胖了 原來是衣服自己變小了 對 因為本身變小了 天啊 天啊 身材就很好了 還在那邊減肥 可是我看真皮的皮鞋 都會說就是你小一點OK 因為你穿一穿會變寬啊 對 不用 因為它會貼你的身體啊 所以皮也是穿一穿 它就會讓你比較鬆一點啊 要有活動 你要活動才會變 如果說你一直掛著 它在水氣的關係 它會慢慢回縮回來 對 但是穿就OK 那能不能現場幫我們教一下 怎麼辨別真假皮好不好 當然可以啊 好 來...怎麼辨別 其實皮啊 本身不管 你就是把它拉一層 拉一層起來 就是把內裡都拉開 整個都拉開 不能有內裡喔 對 不能有內裡 對 然後呢 我會不會也是這個 你去戳它 對 戳不動 戳不動 就是真的 你說它沒有辦法滑到 沒有辦法滑到 馬上換這個 你看看 超滑的 對 對啊 真皮假皮 這是一招 這是最簡單的方式 對 最簡單的 這個就跟剛剛 有沒有講那一件一樣 它皮的東西它是黏在布 所以它裡面是有一層的 布跟布摩擦通常是會滑到的 這個東西裡面是皮 對 所以它沒有布 所以你在滑動它的時候 就是一樣拉起來 是它不會動的 對 所以皮膚裡面的 那個內層的皮膚 它是不會動的 所以它越用力 它事實上是越輕 所以有假的會這麼真嗎 現在有這種厲害嗎 原則上沒辦法 對... 所以用這個方法就可以分定了 這是一個...其中一個方法 那第二個招 那再來的話 其實 如果趕的話 這要怕老闆沒看到 要用燃燒的方法 這個... 對... 怕老闆沒看到 一半一半一半出來 燒壞了怎麼辦 又燒起來了 不會壞 像我們在摔一次 沒有壞的才是真品 它賣包包在角落那個 都會說那個是真品 對 它會上給你看 看它那個燒都動作 速度很快 這樣 總共你看...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燃點 它就是還不到那個點 所以原則上它不會收縮 你叫它聽個15秒 你看它敢不敢 真的嗎 所以這間不能燒一下就對了 身上沒有賴打 有... 你要燒它 其實你燒這個角落好了啦 因為燒這裡看不到 我很怕你會燒它 不會... 你太燒到肚 我跟你講 不會... 然後呢 就這樣讓它放著 你要燒多久 大概你頂多在10秒左右 它原則上是不會收縮 好了啦 感覺你的手都快燒 相信你了啦 不用再這樣 沒有 就是有沒有 它有一點稍微...有沒有 有稍一點點 有蜂液的感覺 那我們可以測試這一件 人家是要這樣吧 你看 一樣我們... 一樣喔 我們燒同樣的地方 你看 一樣的時間 它大概燒起來 好 我怕它火太旺 你看 變黑了 你看 它大概3秒 3秒鐘就會變這個顏色 那一般菜市場那一種呢 我們也可以測試它 它就是這樣啊 因為沒有藍點 它一直在上面換而已 所以它不動 所以叫老闆不要動 對 我就叫它不動 它真的是這樣 你不定住10秒 對 第三種方法 其實如果有水啦 要用水 因為我們剛剛都會講說 它有毛孔 吸收是不是 對 它會慢慢的會跑進去 這樣喔 它跑進去 對 水會慢慢的會滲進去 因為它是... 吸到皮裡面是不是 它會慢慢的 漸漸的會滲進去 因為它有毛孔 它會慢慢掉進去 它如果是PU的話 它就比較不會 它水還要添水 防潑水一樣 對 類似這樣 因為它是PU嘛 它是樹橋 事實上它比較不會 有沒有 像水豬 有沒有 它就像水豬 可是它事實上慢慢的在伸進去 它的那個同樣一滴 它的表面張力是不一樣的 對... 這樣來變皮 好 這個大概就直接剝掉了 這是真皮 所以它會殘留一些水質有沒有 來 合成皮 看一下 它表面因為是塑膠的感覺 它的那個... 對 水質 水質的地方不明顯 對 那真甲皮 它在清洗上面 真皮就是上油嗎 其實真皮事實上水洗也可以啦 只是你要有方法 對啦 事實上 早期的人洗皮事實上是水洗 那現代洗皮的人是用乾洗 它的方法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洗水洗之後 它的保養方式 你要要上那個... 真皮的溶染器很麻煩 你要把它又要稍微拉一下 所以我有一件真皮的 我三年都沒有洗過 送乾洗好了 不要啦 我後來聽到說 就是說其實要上 它幫你上油 你才會有那個光澤 對 要不然就會暗掉 其實我們為什麼要送皮 其實不是光澤的問題 是菌的問題 對 蜘菌 其實一般我們穿著都會... 就是因為有濕氣嘛 所以事實上原則上 皮都很容易發霉 台灣是屬於台島景氣 對... 那其實我們正常洗滌的時候 它霉... 因為它有毛孔 所以菌是在種在裡面的 那你要把那個蜘菌包洗掉 才再上保養 這樣才對 它才不會發霉 所以它要送洗 對... 那合成的類型 合成皮的話 其實我們不建議洗衣即洗 會爛掉 這個東西真的要收洗 也不能水洗 它是要收洗 它叫水洗 對... 這樣洗得乾淨嗎 如果這樣子的話 其實它不怎麼會吸附東西 因為剛剛我們也講過 它水都吸不了 所以原則讓它吃塑膠的東西 它不會淨東西 所以通常我們會建議就袖口 袖口 可是這種兩個的 它的壽命差距非常非常大 皮衣搞不好你穿15年它都不壞 對... 這個原則上半年或一年 它就失敗掉 對... 因為它的材質的關係 好 了解了 那一般的夾克魚又有分 比如說羽絨外套 羽絨外套的清洗呢 其實清洗的話 它最難的地方是 要先考慮家裡的洗衣機 是直立式還是捆筒式的 有差嗎 有 捆筒式的會比較把乾... 就是衣服容易洗乾淨 那直立式的衣服 它事實上比較沒有在洗衣服 它事實上是繳在... 你可以... 它會繳在一起 所以原則上它比較不容易 把衣服洗乾淨 那我們考慮羽絨 為什麼會用捆筒的原因是 因為通常這類型的外套 它的外表都是巨子圈圍 那巨子圈圍它編織的方式 是比較密 它最主要的功能是要防風 那相對防風 它就防水啦 應該是這樣一下 防水的話它太細了嘛 所以你要水讓它進去 也要有一定的時間 所以會很麻煩 了解 所以我們會建議說 用滾筒式的原因是這樣 所以這種羽絨外套水洗 它不會說越來越扁或什麼樣 有沒有洗的正確方法 其實正常的話 很多消費者會認為 羽絨衣是要乾洗 滿多人都有這個想法 真的耶 我都是送乾洗耶 可是事實上一般的話 這種羽絨衣事實上 是要水洗 因為乾洗它就有一個缺點 就是因為羽絨本身 它上面有一層油脂 對 那油脂經過乾洗的時候 它很容易被帶掉 被帶掉之後 它這個羽絨就比較不會蓬鬆 會比較扁 扁扁 對 那羽絨衣事實上 我們是要它的蓬鬆感 才會保暖嘛 對 才會保暖 那我如果真的不是滾筒的怎麼辦 不是滾筒就要 就是想辦法 把它壓到水裡面 你就綁石頭嘛 對 其實機會壞 你腳壞了 其實有時候我們會建議 人家用一個籃子 它想辦法往下壓 壓下去 對 或是一個水桶 你用水桶裡面裝水 把它放著 你就不用去管它了 但是你想到再來 它原則這樣已經沈滴了 已經夠重了 這樣才有辦法洗掉 那你在滾筒室裡面 你這樣丟進去以後 要加清潔劑 還是要什麼什麼 才會乾淨嗎 都沒關係 其實最主要羽絨的話 就是通常是 所以我通常會建議消費者 在這個袖口 一定要先刷過 那你要先用刷的話 用什麼刷 這個東西不會很複雜 洗衣精還是沙拉拖 還是 我會用洗碗精 洗碗精 因為它是專門去油垢嘛 我們剛剛的邏輯 這個都是油垢嘛 所以我們只要想 有東西來去破除它 而不是用 就不用不是用洗衣精 因為洗衣精 是沒有辦法破 破除油的 破除油的油 那個介面我已經太少了 那我建議是用洗碗精就好 反而會效果很好 對 洗碗精你就敷上去 大概十分鐘左右 再去刷洗它 那刷洗完了之後 你就丟在洗衣機 這樣去洗就好 它可以烘嗎 還是就是一定要自然的 如果烘的話 應該不能烘啦 原則上這件衣服 如果從洗到濕 你要烘到乾 可能要 它才會真的乾 洗這一件 然後你還說 不能夠一年洗一次 要常常洗 可是它有方法 我可以用很方便的方法 可以去節省這個費用 這個脫水 我不知道家裡的 每一個人洗衣機 設定的時間是不一樣的 我們可以設定長一點點 脫水 對 讓它長一點點 讓它離心力久一點點 所以 像我們至少都會 九分鐘左右 九分鐘 因為一般行李就五分 對 有人設定五分鐘六分鐘 我就把它拉三分之一的時間出來 對 那我們就 衣服的話要曬嘛 大家都怎麼曬法 就是不知道啊 還要掛在哪裡 就像後面那樣 就像那樣 有陽光嗎 不一定 有陽光了就不好 我們最好是不要有陽光曬它 對 你可以回去看你很多有曬陽光的衣服 你可以仔細回去 我教你們這個方法 你這個上面跟下面比起來 原則它顏色會不一樣 有曬到比較淺喔 對 因為陽光 有些很多紫外線會 會讓它退色 會讓這個色料退色掉 OK 所以通常我們會用陰乾的方式 那請問這樣陰乾 它可以多快就整個乾的徹底 容易嗎 對啊 大概要一個禮拜 可是陰乾那也不會臭臭的 等一下 那會臭臭的 你剛剛說七個鐘頭 一開始說七個鐘頭 你說這樣很久 你說可以比較快 結果你現在跟我們講一個禮拜 一個不是 我是要為了省你的錢 那如果再縮短速度 快一點的還可以怎麼樣 那你就 電風扇也可以 可是就是 就是有啦 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比較快的 努力一點點去拍打它 其實我們在家裡很簡便 你可以拿一個水管 被你搞成這樣 用這個來拍 這個是我故意剪的 然後來 我拿著你你左拍 我們就會去把它拍打 把羽絨拍開來 其實它要擴大它的面心 因為現在我們晾乾是不是外圍 是它裡面的外圍是乾的 裡面是濕的 所以我們現在把乾的拍開來 就是這樣整件拍一拍 對 其實像現在這裡已經蓬空了 你有沒有蓬開 跟剛剛完全不一樣 跟這邊比 你跟它比一下 這麼快喔 對 會鋪起來 不是 那鋪起來 代表它乾燥的速度 比較快對不對 會快 所以就是你整件把它拍一拍 拍一拍完之後 你可能就是再掛個一天 或兩天 你再繼續拍 原則上這樣的工程 兩趟就好了 就OK了 不用錢 這就很像以前 媽媽在晒原被 打個蓬鬆更晚 對 一樣意思 是這樣 對 我們還有一個方法 是可以更快 到底什麼辦法 直接告訴我這個 你現在講 反正你不管用什麼帶 你想辦法兩個步驟一夾 變成十字狀 對 綁起來 然後 來 其實我們這個 拉鍊把它拉到底 一樣 從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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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我們要製造它 就是有比較 比較通風對不對 對 空間感 可是當然空間比較好 所以原則上 它這樣就會比較通風 那比較通風 它就會有什麼現象 因為風有在流動嘛 所以相對的 它就會很容易乾 如果說我們衣服正常的話 我們掛起來就是長這樣嘛 對 它事實上是沒有空間感的 所以原則上 它不會比較 就是它速度會比較慢 對 它速度一定會比較快 對 那這樣子我們加快速度 對媽媽來講也是一個福音 對 謝謝陳老師 謝謝 謝謝 但是如果不知道 到底該水洗還是乾洗 我們有時候會看裡面的洗標嘛 對 可是看那個就準了嗎 一般來講 原則上 應該它的準確率 應該至少有到八成 可是現在有一些 很吊詭的那個洗標 你看了會瘋掉 因為之前有些洗衣店 就說他們曾經看到那個標誌 就是 不可水洗也不可乾洗 有啊 滿足的 他說不可水洗也不可乾洗 那是怎樣 就封乾嘛 不用洗免洗的嘛 後來就發現 因為它通常出現在哪裡 是有一些是拼接式的衣服 比如說我可能某個地方 我拼一塊毛皮 某個地方我其實是 最主要是聚質纖維或什麼 然後我可能根本就不一樣 有些地方可以水洗 有些地方不可以水洗 所以搞得他們也不知道 該怎麼洗 像我們現在所秀的這一個 你看這什麼都不行 也不可以燙喔 都不行 都不行 這樣我們就很納悶了耶 就穿過就丟啦 也不可以泡啊 也不可以高溫熨燙啊 也不行啊 而且還是進口的耶 像剛才那種羽絨衣有沒有 有時候它會為了讓它 華麗感增加 所以它會拼了一個 真正的那個毛 就是絨毛 比如說可能是兔毛啊 可能是羊毛 你剛才說下面是可以水洗啊 可是兔毛羊毛不行啊 我是說絨毛毛那個是真的 這樣要如何洗 那種的喔 其實可以去測啦 其實真的毛假的毛 也有辦法去測試 假設它是真的毛 假設真的毛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 就是洗清就好 你不要加清潔劑 因為它很怕減性的物質 可是我們的清潔劑 都是減性物質 那假使說它真的很好 有可能我們遇到水 它就會硬化掉 那硬化掉其實 我們有方法去把它變柔 你都不用加刃的加工劑 當它硬掉的時候 你只要手去揉搓它 輕輕的 你不要太用力喔 因為太用力它有可能 一用就脆掉了 所以你要慢慢的讓它有熱度 慢慢的搖 搖動它 搖動它 它就慢慢就軟化掉 熱度 那熱度我直接用溫熱水下去泡 可不可以 可以更硬 因為它會把裡面的油脂帶掉 因為皮上面有油脂嘛 那你在加熱 它相對會更容易 把油脂去除掉 那它會更硬 麻煩 那可以用洗髮精給它洗啊 可以啊 可以啊 因為我們的頭髮就是用洗髮精嘛 對 那應該也可以用洗髮精洗它們 對不對 是真的 你看 我之前洗那個毛料的衣服啊 就是會很害怕 然後我就是用那個洗髮精 因為我之前洗什麼 就是蠶絲的衣服 然後他們都是說 你要用中性的洗滴劑 就是你不要用一般洗衣服的 那好像說洗頭髮的啊 或是洗那個 洗到的 沐浴乳 都可以洗 然後我洗毛料的 我的想法就是 因為你知道洗頭髮 就是毛鱗片它會比較 吹整 你真的是這樣去推理的喔 對 然後它說 那毛衣服它就有毛啊 所以我就會泡那個 把它泡一泡 然後洗了之後 不是要脫水嗎 可是你要脫水 你就又會很擔心那個毛會變性 對 所以我就會把那個毛衣洗好 就是把它泡一泡洗好之後 拿那個大毛巾 把它包起來之後 再放到洗衣袋裡面 然後把它丟到洗衣機去脫水 脫水完之後呢 你再拿個乾的毛巾 把它就是 把它再稍微把它就是沾濕 那個濕把面 好麻煩的弄掉 然後平的把它硬乾 超麻煩的 因為你知道毛料的東西 掉了之後 它不是這邊肩膀會變性 對 然後可是這樣洗 我後來都覺得很麻煩 我還都是送洗 比較輕鬆 到最後還是來這一招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我的方法 應該算是OK的 或者是我覺得也可以分享 也可以買一個 像現在有很好的那個衣架 我覺得可以買個幾個 對 就是說你掉那個毛衣 它無痕的 圓圓的那種 可是我在想說 它有水的重量 會不會拉沙水 我不會 它真的無痕 像我你看 我就 不是很專業的媽媽 你看來了 所以現在變 這是你女兒的衣服吧 沒有 那我絕對沒有拿我女兒的衣服 來轟轟大家 那這是誰的 好可愛喔 就收水喔 這是我的 這小孩子的吧 沒有 變超性感的 這是我的 妳可以站起來 等一下收多少水嗎 不要不要 不要算我 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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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對 因為它接觸 對 身體的 那 我就想說 每次送洗也很貴 然後後來朋友就跟我講說 那個 就把它泡著這樣子 然後就買來洗 結果就洗成這樣子囉 不對 妳如果只是冷洗精 然後呢 有送去嗎 泡進去 而且我都沒有說它 我就是泡著 泡一泡很Q啊 那怎麼會這樣 就拿起來 對 鷹乾就變 而且我還是鷹乾 我都沒有曬太陽 可是因為冷洗已經不回家 可是它真的是純羊毛的嗎 真的 可是純羊毛應該不會這樣才對 奇怪了 它沒有外力去拉錯 然後它都沒有 而且它是洗 那衣服就這樣Q起來了 那隻羊 在做的時候 它上面寫要乾洗耶 毛衣為什麼會說 或是 甚至有人會起毛球之類的 會 為什麼 是洗髮的問題嗎 他們說 我買這件毛衣 非常非常非常之貴 然後我穿了一具 我回那個專櫃去賣 我說你們賣這麼貴的 毛衣怎麼可能會起毛球 因為它外面就表層都虛虛的 然後跟我說 真正的Cashmere一定會起毛球 而且有的時候 像我們也根本還沒洗 就已經起毛球 他們就說真的摩擦到 摩擦的問題 所以怎麼辦 然後我就不敢買太貴的 我想說那我就買中間價位 像這個價錢是它的幾分之一 也是Cashmere 可是它就都沒有起毛球耶 可是它還是Cashmere 也超級輕膚的 一樣的穿髮 一樣的洗髮 都一樣 我這兩件都還沒有洗過 對 都還沒洗過 我不敢洗啊 因為就摩擦 因為很貴啊 貴大概多少叫貴啊 這種 多少千 Cashmere 這一件三千多 這一件要快 要萬元以上 你發瘋了你 對 這件很貴 所以那一件也沒有洗過 這件還沒洗過 而且因為這一件我想說 因為冬天我要去很冷的國家 所以我要一件很好的毛衣 輕薄 然後我其實只穿過 大概三 四次包 然後它就開始起毛球 我覺得好心痛 一萬元以上 你看 還沒洗過 已經這樣都這樣子起毛球 我的心好痛 我就更不敢洗 我就放著 我的媽 現在想說該怎麼辦 是廠商真的該罵 還是消費者的問題 他們就是真的會這樣 其實這種要從兩個地方去探討 其實因為毛衣它是靠臉殺的 那臉殺它有長籤跟短籤 那短籤的通常就會比較容易起毛球 那我們消費者根本不知道 這件衣服是長籤或長籤 連製作都不知道 要顏頭的臉殺廠才知道 那如果是它臉殺的問題 它會全面的 它會整件衣服都起毛球 對 如果是局部的 就要怪使用者了 對 磨擦的問題 就是磨擦的問題 因為這種東西有可能就腋下 或是你有背包包 有人會背包包 對 剛好這一題喔 它就特有容易起毛球 那就變成要怪使用者 的確 像剛好我秀給大家看 你那地方是這裡嘛 對 這裡 所以你可能走路的時候摩擦 對 有可能會背包包 對 背包包 對 背包包 所以如果你走路 你以後要這樣子走 對啊 很快的容易 然後有人接近要 要跟你打招呼 要碰的時候 不要碰 會起毛球 會起毛球 穿了一萬多 然後要變成神經兮兮的 對啊 可是那所以它現在可以洗嗎 洗得會變嚴重嗎 真的很舒服 一定的啦 一般會加重 可是要看它本身的 真的是不是 如果是短圈的 就會變得很嚴重 對啊 如果它不是短圈的 就會有一次炎量 會再摔大一點點 因為摩擦一定多少 一定會 可是你不能說 為了不摩擦 而不洗一下 也不行 買衣服不是就是要好看 有道理 也很重要嘛 所以如果是毛料的衣服 我們要怎麼洗 方法不一樣 是不是要先搞懂材質 對 沒錯 我們可以叫大家 來分辨材質嗎 可以啊 這邊你準備了五件的毛衣 毛料的 我們要怎麼分辨 我們測這一件 這一件 這一件 你還要拿出來 一定要拿打火機嗎 因為這是最科學的方法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不然我們就看洗標 有洗標 其實有些洗標 大部分不是那麼準 以我們的經驗 大概七成準 七成準 有三成不準 對 可是 如果萬一遇到一個不準的 那一件又買了上萬塊 對 什麼 而且就像準的話 洗標 方法也不對 怎麼收呢 我們通常都會從腋下 因為腋下通常會比較 有可能容易有結球 可是因為摩擦 我們剛剛一直提議 為什麼會起毛球 是因為摩擦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會從腋下 那你不用翻裡面來燒嗎 還是什麼 因為翻裡面就會破洞 他們這樣會殺人 裡面會破洞 燒外面啊 對 不是我們 我們把它拉這個 拉棉續起來 拉棉續起來 把它捲成 把它拉出來這樣 捲成這樣 對 這樣就燒了 沒有 你要快說快點 那你要拿著喔 火要來了 好 不好 我拿好東西 我想就麻煩你了 對 一樣我們就用打火器 就去測試 它這個東西是什麼 成分 那我們怎麼去處理它 燒了喔 對 這個火太大了 好 OK 這樣 現在是怎樣 對 我們可以聞它的味道 它沒有繼續燒起來 我們可以聞它的味道 它是什麼味道 它不是天然的那個毛 所以這個假毛 是不是 那這什麼材質 我們看它等一下 把它按一下 按一下 按剛剛那個黑黑的地方 按一下 所以等一下還會解掉 呼氣 它就動力了嘛對不對 對 對 就剛剛解解的地方都沒了 對 所以代表這個是 對 它就是純羊毛 它是純羊毛啊 你會聞到 抽味應該像是那種 硫磺 硫燒的味道 硫磺 硫磺 像你燒頭髮那樣 硫磺 因為我們沒有燒過頭髮 等一下 等一下 馬上看一下 這個就是純毛料的 對 是純毛料的 口袋很臭 通常我們就會建議消費者 如果不再考慮被用的問題 事實上 這個最好是送乾洗 對 最好的送乾洗 來 第二件 所有的毛衣 不管它的材質是什麼 我們都是用這個方法 都可以 最科學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有時候你看 或是感覺 其實像 因為我們是從事這個行業 看 去摸 就是觸感 我們會分辨得出來 可是 一般的 那我覺得用打火機 這個方法是很實用的 一樣 我們剛剛一樣 你再截一個球 對 好 截一個球 一樣我們點火 有 它會起火一直燒 剛剛的方式一樣 是聞味道 這個更臭 這個 對 那味道更 對 這個是什麼味道 這是塑化劑的味道 來按壓看看 你們有沒有不小心燒精子裡面 如果夾到那個香 它不會 但是原本就是長這樣 硬塊 這個東西就是化學纖維 我們通常就是叫壓克力 對 壓克力的纖維 這看起來好像毛衣 天啊 壓克力 壓克力的毛衣 你不是說穿著那個扯一扯摩擦 它會有那個好像塑膠 還是什麼靜電那種聲音嗎 靜電 會 而且衣服會變大 可是它這樣沒有啊 還是現在的基礎一樣 跟那個是濕度的關係 太濕了 要乾才會 過乾才會 要那個粉性 才有辦法產生靜電 好 那壓克力的要怎麼洗 壓克力的話 通常我們就會建議消費者 是水洗 對 一般的洗衣 洗衣精洗衣粉都可以 對 正常洗 它很耐燒 可以用嗎 可以用耐操 可以用耐操 它最怕是熱 這個要注意的 這個是怕熱的 所以不能轟 不能轟 這個衣服你轟 它就真的變大 就真的會變大 對 會鬆狂 對 好 了解了 再來呢 再來的話就是這個 這個是雷引 雷引就是其實叫 很多名詞 因為商業 就是這個其實有人叫人造師 有人叫人造師 對 它實際是一個再生千輪 它燒起來其實會跟棉差不多 它們兩個也差不多性質 它會有灰勁 假的 我來了 對 它還有灰勁 對 它會燒 剎那天它會跟著起 但是你一拿開它馬上洗 對 你給它按壓原則上 它會碎一半左右 這個味道也是 對 它會碎一半左右 對 所以碎的是羊毛就對了 不是 不是啊 碎的它通常是棉 它是棉 它是混的 對 它是混的 它是再生千輪 也是壓縮起來的一種棉 了解 那這種呢 像這個的話 你如果水洗的話 它會 對 假訊 它會騙你的是 有一點收縮 可是當它乾掉的時候 你就稍微跟它拉扯一下 它就好了 就回來了 對 可是當它濕的時候 你不要動它 你動它有時候它會分離 像紙這樣碎開來 會 所以這種衣服 我們一般來講 在亮的時候 好 你說脫水脫完了 我們都會這樣子 對 然後亮 不行喔 這個最好不要 這個不要 對 這個不要 你說就是雷影的 雷影的 對 有時候會真的裂開來 就是雷影 我都很小心保護它 問題它就會睡 它在濕的時候 它的強韌度是最低的 它最低的 所以這個要很注意它 這個應該不要人造式 好特別喔 人造纖維 人造纖維 事實上 人造纖維就是雷影 所以你看到一種 人造纖維這個成分的話 就麻煩你不要這樣子弄 我要試試看 對 再來這個就是我們最常見的 雅克力 雅克力剛剛有了 一個毛料 天啊 這麼多種學問 你看 可是大部分的人會覺得說 這不就是毛衣嗎 對 事實上它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對 原則上每件衣服都不一樣 對 不一樣 我們就知道剛剛的方式 對 它會正常化它會像 剛剛有沒有感覺它其實是像 紙燒掉那種灰漆 那其實它會像羽毛 事實上你看它其實 可以嗎 它會不見 它會不見 它會成灰漆 對 它變灰漆 對 它就會像紙燒掉 就像木材的味道 或是紙的味道 綿的 它比較特殊是它的結球 不是球 它會像一隻羽毛這樣 會像羽毛這樣 會散散散散散散 像紙燒掉它不會結成東西 它會這樣飄一片片東西 那就是綿的 綿的 對 綿的 綿的 怎麼洗 綿的話正常一樣是水洗 可是綿的話就是 掉掛了之後要小心 那綿的任何的洗衣精之類的 通通也都可以 它只是 你說可以烘乾啊 這個不要烘乾 綿的不能烘乾 綿的會縮碎 我會縮碎 就是綿的跟壓克力的兩種 不要烘乾 對 它這個東西 因為它會有垂墜性的問題 因為它重 全部的人脫水完它最重 對 因為它 所以原則上 我們通常不這樣掉掛 如果說像 有人是用平鋪的 當然是很好的 問題 家裡如果沒有空間 我們現在可以用衣架 對 有一隻衣架 我們從中間掛起來就好了 對 對 從中間掛起來 那你如果說 怕它一樣會變長 因為水 你就把它翻起來 翻起來 那這樣的話 它會裡面不乾啊 對 你再隔一天 你又反向翻回來 就重做一個動作 它就會不會有凸間 也不會變大 就是這樣 了解 好 那如果像這個真正的羊毛 我真的想要水洗的話 可以嗎 有方法嗎 可以 你硬是捨不得送乾洗就對了 對 很貴耶 毛衣很貴耶 正常的話 一樣我們就是 用一盆的 冷水 冷水 用冷洗精 或是手洗精都可以 第一個你先要把它攪拌開來 不是說放著你就把它丟進去 這樣沒有 這樣是不好的 因為它會凝結在一個地方 你洗去根本沒有用開來嘛 你洗不乾淨喔 對 一樣你就是把這件衣服 泡進去 放著大概30秒或1分鐘左右 你再去跟它按壓 稍微跟它拍打一下 就像這樣拍打 對…就是跟它拍 你不要揉 因為它這個東西是 羊毛的東西是鈴片 你如果去揉搓 它那個鈴片會卡在一起 所以會有收縮的問題 那曬乾的部分呢 曬乾的部分一樣 我們就是正常我們 如果可以 其實它是用脫水可以啦 就是大概30秒 不要太長的時間 因為它怕揉搓 那如果說我們真的是很 保護這件衣服 就是你有一個… 兩萬塊 一萬塊 你有一個浴巾 好 鋪皮 放上去 把這個它整個捲起來 捲起來 就這樣捲… 把它擰乾 因為它沒有揉搓的過程 所以原則上 它是不至於有收縮的問題 對… 可是你浴巾這樣滾完打開 它會吸掉很多水 但是它還是不會全乾啊 怎麼算 就是變尿掉 這是剛剛的方式 一樣對半 如果其實這個輕輕的是還好 就看你自己 如果真的你很怕它變形 我的建議是這樣掛 是最保險的 還是要這樣做 因為這樣的重量 它是分散的 分散掉了 你就不會說拿一個垂椎 或是說突間的問題 就不會 那毛衣可以用柔軟精嗎 柔軟精可以的 柔軟精都沒有問題 柔軟精跟冷洗精跟洗衣精 這三個東西是混著可以用嗎 當然是 它一定要特定的 不能混著用 因為一個是洋裡子 一個是陰裡子 你到最後才要用柔軟精 對 你加在那裡有時候 它事實上是抵觸的 兩個就中和掉了 它是沒有作用的 你是洗 柔軟精要它乾淨的時候 最後加 加了就起來了 對... 就脫乾了 就像那個炒菜最後勾芡 最後加 勾芡 勾芡 這個比喻 這個比喻 它最後啊 是這樣的味 沒錯 這樣都學起來了 對... 謝謝陳老師 謝謝 乾洗好像 沒有處理好的話 是不是也會有引起一些健康上的危機 我想先問一下老師 一般的乾洗店 它都用什麼樣的有機容器去乾洗衣服 一般的 像台灣來講 最多的現在就是石油系的 叫碳氫化合物 對... 那早期有人用 施鋁錫或佛術 那因為施鋁錫管制比較多 它是有毒物質 在國家認定它是有毒物質 它裂管的很嚴重 那佛術是幾乎全世界都禁用的 沒有人可以使用這個東西了 所以全台灣應該是大概九成幾左右 都是用石油系的啦 這是石油系的容器 那如果是一般石油系的話 大家記得 有時候你... 因為他們量可能太多的時候 裡面沒有揮花完全 所以記得你把乾洗衣服拿回來 先聞一下 如果裡面味道很重的話 它基本上還是會有刺激性的 記得放在外面 稍微給它衝鋒一下 那如果你聞到味道 是比較刺激性的話 就你覺得味道都很嗆的話 那不要再可能 用的容器是不好的話 如果含有濾氣的話 可能長期接觸 尤其是小朋友的話 可能會傷肝或傷腎 這個有自癌的原因 或是有自癌的危險 可是你送乾洗 你一拿回來去拿 它都是用塑膠袋 對 稍微聞一下 所以是皮衣啦 如果是皮衣 它一定會告訴你它會密封嘛 一般來說是皮衣 就剪開再穿那個皮衣 所以一般的話 它只是那個密封 不是那麼完全的密封 所以稍微聞一下那個味道 如果那家乾洗店都很 味道都很重的話 勸你可能那家比較不要去 或是說太便宜的乾洗店 因為畢竟它這個合格的東西 是有一定的價位 如果它用的都是很便宜的話 大概你可能要小心一點 了解 來 另外一個問題 萬一是 這有時候我們這個衣服 有時候我那個老婆洗完之後 可以穿了 那我一穿 奇怪 摸的時候 好像它都乾了 可是穿上去 一起來它就是沒有乾 它就有那個味道 你知道嗎 所以怎麼樣去辨別說 這怎麼一摸還是怎麼樣 就真的是乾了沒有 這個可能比較難 但你可能穿在身上才會知道 但如果你有經驗的話 就你穿上去覺得涼涼的感覺 因為衣服如果是乾的話 你穿上去是溫暖的感覺 不過內衣 你穿上去有點涼涼的感覺的話 有可能 就表示說你那個衣服 可能沒有完全乾 你怕被亞蘭陷害是不是 會有健康造成一些危害 因為它在我身上 買很多保險 會有健康方面的危害嗎 應該說這種天氣喔 如果說你穿到 比較濕的那種內衣 我們都知道 其實我們洗完澡 基本上我們毛孔是開的 如果你本身衣服是濕的話 它本身會把 我們穿衣服是為了保暖 那如果本身是濕的衣服的話 會把你的熱給帶掉 在我們這種 在有個很有名的名字 叫做風寒效應 為什麼我們去爬山的時候 只要衣服一濕掉的時候 會把你的體熱 透過那個濕的衣服 把你的熱全部散出去 這樣因為中間的空氣 沒有辦法乾燥空氣 幫你保暖 被水分佔據的話 這樣反而你的體熱 會一直散出去 這樣你就容易受到一些風寒 有時候也會照成血管收縮的話 有時候也會頭痛 這有類似感冒的症狀 有常感冒嗎 常感冒嗎 亞蘭這個人讓我頭痛 再過來 若是你本身屬於內衣褲的話 你都知道 內衣褲如果你本身沒有烘乾的話 本身有些黴菌的話 你可能穿在身上 可能就有一些 就像我講的 冬天也可能會有一些 黴菌的一些問題 就癢起來了 對 是 這個 我覺得後者這個比較 要特別小心 因為之前的案例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因為你冬天有時候 台灣冬天有時候非常濕冷 所以你可能很久都等不到他 真正乾的那一天 那那個如果 剛好又不是像圍林這樣 大人小孩分開洗 有時候小朋友他皮膚 我真的比較薄 他屏障沒有那麼深 然後剛好又跟爸爸的什麼 誰知道的襪子 還是什麼東西洗在一起 之前有一個小孩子 就很小 很小他就灰指甲 後來才發現 對... 就因為他們衣服都混在一起洗 然後可能也沒弄乾 結局就是 那麼小的小朋友 就會被黴菌乾了 應該有一個分辨的方法吧 還是其實只是你多想 都只是冷冷的 因為這個對於很多 急性質的媽媽 他那個在衣架上面 他怎麼辨別 他就這樣OK乾了 那就拿了 他就隨便摸一下你知道 神老師 對啊 其實有方法 那個方法是不對的 其實我們可以從 考量說 他最不容易乾的地方是哪裡 這件衣服你要從這個角度去看他 最不容易乾 腋下 腋下 當然我們就檢查腋下 如果腋下是真的乾的 原則上這件衣服全部乾的 對 如果是褲子一樣 也很明確的方法去辨別它 褲子 那就摸褲擋 沒錯啊 真的是因為它最後 而且它掉過的時候 它是被包覆的 所以它最不容易有風流動 所以原則上它最難乾燥 它當它真的這裡乾的 原則上整件衣服都乾了 真的9乘5乾了 但是我很急得要穿 我用吹風機吹吹 或熨斗燙一下可以吧 是可以 問題會很好吃喔 對啊 那如果真的這麼急 你就9乘5你就穿上去 走一走 走乾了 可是我有黴菌耶 那怎麼辦呢 這麼急 好啦 來王醫師幫我們總結 到底這個冬天的衣物 我們要健康的來穿著 最後的 其實我覺得內衣褲的部分 我覺得分開洗啦 內衣褲的時候分開洗 那其實要烘乾啦 因為我覺得其實台灣的天氣 我說實在的 真的內衣褲已經烘乾機 那其他的袋的話 真的你有衣物間裡面 有個廚師這樣吊著用 我覺得然後配合 如果真的那個含油來的時候 配合家裡的那種暖空氣啦 那種暖衣氣的話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破公媽媽媽真的很辛苦 我們都沒有洗過衣服 我們都不知道 是我們要洗量啦 對不對 尤其現在冬天到了 冬天大家這個很共通的特性 明明就是會比較懶得冬天 真的很冷 但是呢 這個衣服該洗的時候 還是要請大家稍微的勤勞一點 不然到時候 衍生健康的問題也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喔 謝謝 謝謝大家洗衣服